废话不多说录掉火把奖励箱,开局有三本技能书来学习一下,开局作者给了基础装备还是不错的,发现羊群可以在晚上之前凑出一张床,到了晚上会刷新大量敌对生物,所以有床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卧槽什么时候后面追来了个美丽村民,以我现在的装备肯定打不过它,但打不过我跑还不行吗?正好这里有一个峡谷想办法让它掉下去,我们才能安心发育,最终成功将其引入峡谷内但我们也一起掉下来了,正好可以挖点石头进入石器时代,挖完后直接走让那只可爱村民自生自灭,在这里也是砍了生存以来的第一棵树。 话说那是什么品种的树,砍下一个来看一看,卧槽一刀就打掉我两坤半的血,对方装备和我差不多本想与之搏斗但奈何村民侦察兵会生法,蓝村奇也追过来了,赶紧吃个精瓶压压压精,对方穷追不舍,我也只能被迫战斗,卧槽唯一一个图腾也被打出来了,直接转身反打但一切都是徒劳。 前期还是不要招惹他们比较好,先来发育一波以后再来算账,此时公屏上出现了一串英文不知道啥意思,此时我玩的是单机模式那应该是玩家阵营发的话,在工作台合成一张床玩累了可以直接睡觉,打不过村民,我打牛还不行吗? 复活后头顶出现闹血条,走到不远处又出现了连影herbrand的血条,他喵的这是要让我煽荡的节奏啊,忽然跑来一只绿村旗把我带走。 复活在雪地旁边就有一个类似于城堡的建筑,凭我的直觉告诉我里面肯定有宝藏,赶紧放下床打个点,立即投掷墨影珍珠进入城堡内部。 卧槽,怎么这一片全是敌人,那边的甘草舵和木桶,我觉得可以拿一下,想办法把敌人干掉,把这个城堡当作据点也是不错的。 这个系列终于可以压榨村民了,箱子里有食物绿宝石还可以,为了更好的压榨村民所以我们采取统一管理制度先把工作方块和床挖掉,找一片空地放上床到了晚上村民自己就会回来睡觉,为了防止乱跑把这围一下,接下来就静静等待他们入住。 他喵的这美丽村民总是乱跑,还不如我自己运来的快,抓三到五个村民就足够了,不够就直接繁殖,培养村民的主要目的还是绿宝石,获得绿宝石,再和村民俘虏交易获得高级装备,两分半不看就刷新了铁傀儡那就作为我的储备铁定,因为做不了刷现机所以就培养制剑师吧。 32木棍一个绿宝石还可以,这也算是有稳定的绿宝石收入了吧,村民的房子反正没人住那就全部变成我的绿宝石,卧槽怎么一到晚上就这么多怪,拉弓射箭将其化为我的经验,回来时这边的怪几乎被铁傀儡解决了,那就没我啥事了,竟然这么久了才发现村庄旁还有雪屋,有地下室那必须去看一下。 打开箱子话说这寒冰之眼是啥,拿上之后直接完成两个成就,可惜的是雪屋和矿洞刷在一起导致村民消失了,算了不管了继续来刷绿宝石。 一共收获一组多拿回去与俘虏交易。 卧槽竟然一下就将我击杀,目前的,我肯定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来找村民买一把更好的武器,有需要还可以买图腾,话说一个凋零头是不是有点贵? 有了新武器那必须是一下但并没有转变局面,这新武器有好似没有一样。 卧槽全身的装备都坏了,不到两分半我的新武器耐久就见底了,只能拿一些以前用的装备。 但这也依旧撑不了多久,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只能寄托在这把弩上了,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和弓一样无法对其造成伤害,射在铁傀儡身上,又被弹开貌似是不行了。 就为了这个傀儡一夜回到解放前,所有装备毁于一旦,只能转变策略想办法将其刷掉了。 经上次一战我们损失了几乎所有装备,仅剩的装备耐久也已见底,在铁针修复花费11级经验,拿出以前使用的工具,盾台就直接做一个,重新制作一把钻石剑来防身,前往村庄交易一些绿宝石。 在此之前,挖一点原木分解木棍,分解了绿宝石再和俘虏交易一些装备,经过那一战我就意识到我们还是太弱小了,我需要更多强力的模组武器装备。 挖了两年半,一共收获7组多,全部分解为木棍用于交易,把他们的货物掏空还剩5组木棍可以拿回去交易附魔金瓶。 我抄集中营怎么这么多敌人,但凭借着我高抄的剑法,很快就化险为夷,还获得了纯钻库,听说这东西在前期还挺强的。 我抄哪来的铁傀儡这俘虏坐牢还带保镖,本想在门口解决它但我一边打村民一边修复,这怎能忍直接将村民处决,铁傀儡也不能放过,反正没了一个俘虏就没了实在不行再去抓。 但我看这附近这一段时间,应该都不可能再刷新村民侦察兵了,所以就拿上三艘船去远一点的地方抓吧。 我抄走了不到250格就被追杀,那正好将他们引到离家近一点的地方省去押送俘虏的时间,用弓远程很快就能解决掉普通侦察兵,但侦察兵队长会格挡那就不那么好办了。 先吃个金瓶压压压经,我抄我就说是不是少了谁原来把村旗给忘了,但用船控住他就好办了,过草,他喵的这个侦察兵近战打不过远程打不着,那就先不管他了先运送村民要紧反正他也被困住了,来收集一点点石头要的不多两组半即可。 炼制的过程中,也不能闲着做出一把铲子来铲雪,雪球就全部送给村民侦察兵,在我想再做一把铲子铲雪时突然想起来可以直接用火把,石头烧完就打磨一下,空出两格作为过道然后建造牢房,大小就和以前一样三高四宽即可,再把村民运送于此,安上铁门栅栏。 紧接着赵就多做几个就行了,牢房里面的内饰和物品以后再说。 第三个就做大一点可作为双人牢房,先放上工作方块交易以后再刷。 话说我啥也没干为啥给我涨价,先刷一把武器两组绿宝石应该是够用的,钻石重剑买一把试一下,有特殊的手持动作穿夹,也比普通的剑高很多,打击范围也变大了,跳坯貌似还有眩晕效果。 话说这村民怎么没变成俘虏,既然有了武器那必须安排一套装备,纯钻靴前期应该够用了再来安排一个纯钻裤,一通操作下我们又恢复了实力。 话说我刚铲完的雪怎么又下了,隔两年半我们终于是刷出了纯钻套,绿宝石充足那就通通拿下,目前我们也是全套纯钻了。 话说这是啥,需要十个附魔金瓶和五桶岩浆,附魔金瓶果就好办了,直接木棍交易即可,家旁边就有岩浆池所以无需跑太远。 我超级中营,连猫都刷出来了,当我交易时却发现无法交易,这村民要五个岩浆筒,但众所周知筒装岩浆是无法堆叠的,他喵的这还怎么交易,既然火元素买不到那就买封元素。 话说这有啥用我都不知道,貌似是可以合成武器的,我超战神之刃竟然也可以合成但需要龙弹我们合成不了。 话说这木门又是什么东西,现在才发现我们获得的玩家头颅已有这么多了,那就做出一面墙来展示,实际上大部分的头颅都被丢掉了不然会更多。 听粉丝说木门挺好用的那就做一个,这动作和钻石重剑是一样的。 再来把垃圾全部丢掉,话说生存这么久也该刷附魔了吧,现在唯一的附魔装备还是在敌人那抢来的,来挖四块黑钥匙直接合成附魔台,书架就去找玩家借一点不在家就自取。 话说这个玩家好像早就被我打趋势了吧,刚好合成15个够一个满级附魔台了,由于经验不够,所以暂时刷不了附魔。 记得上次的村庄旁边还有一个村庄,直接快捷传送过去。 我抄怎么这么多村民被卡在这里,挖掉方块解救村民,村民都陆陆续续上去了。 我抄你俩又下去干嘛,这么多这是全村都在这吗,又被村民侦察兵追杀,将其引入兵面上,这里地势开阔适合战斗,全身纯钻套的我对付这几只村民还是绰绰有余,很快就将其干掉掉落了一个钻石还是不错的。 不多留了打个点方便下次再来,夜晚我还是选择来下矿虽然怪多但对于需要经验附魔的我来说很友好,同矿也挖一点可以做望远镜,在封闭空间用巨剑不好打,直接被带走,但我们可以传送回去。 话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喵的这矿洞才走两分半就没了,那就出去另寻其他矿洞。 这个矿洞应该会有好东西,远处好像有玩家过来了,近战用剑远程用弓很快就能解决,我超我竟然发现这个玩家好像是Dream。 貌似是没人了,挖一点矿,这玩家貌似去打小白了那就没我事了。 竟然打玩家也会掉落纯钻套,可以留着以后用,出来瞎逛都能发现废弃传送门可惜没啥有用的。 卧槽头顶出现黑母分身我觉得,以我现在的实力可以挑战一下,老样子将其引到适合战斗的地方,出其不意回头反打打掉其一格血,越来越多的怪物来了只能拉开距离。 黑母分身也不过如此,很快就基本残血,一堆小怪在这让我很难锁定黑母,还好遇到的不是连影不然我可能连黑母的防御都破不了。 我超村民阵营也加入了战斗,他喵得怎么全都追着我一个人,但这依旧没有影响,我干掉他们。 被鸡飞正好可以吃个附魔金瓶,丝血直接一刀将其带走,获得了暗影黑钥匙不知道有啥用,经过两年半的努力,我们终于可以刷附魔了。 前几期下矿也是获得了大量青金石,留着也没用全部拿出,第一个就是耐久听说出奇迹但并没有,斧头附上精准采集送效率4还不错。 把纯钻套全部脱下来,附魔经验不够,但有属性就行总比没有好,话说这杂技是啥,穿上附魔装备,我感觉我又变强了,来找小怪练练手。 听粉丝说这把剑挺强的我觉得可以买一把,需要13个纯钻找其他俘虏交易,我抄就差两个就断货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趁这个时间来视察一下,他看起来过得挺好的应该很满意我给他安排的房子,足足等了两分半才补货直接交易十多个。 我突出手打到俘虏直接给我涨价两块半,卧槽竟然想越狱行期增加两年半,感觉这把剑和钻石长剑差不多但伤害变高了,以后可以再买一把玩双刀,看地图这里貌似是有一个玩家营地,直接快捷传送过去。 他没有打我可知是一个友好NPC,给他提供食物即可将其收为我的士兵,但我们无法满足其条件,既然这样这些干草垛我就收下了,前往第二个玩家营地看一下。 四面包二猪排这个可以满足,面包已经有现成的了,墙上有一些煤炭可以带回去,不得不说附魔了效率四就是快。 成功将其收下在他背包里放食物即可让他帮助我们,还可以让他持续跟随,把他一起传送回家可以让他当城堡守卫,给他一点食物就让他守卫院子吧。 我觉得以后可以再收几个NPC作为监狱的预警,合成一个告示牌就给这里命名为丧事抵御,我抄竟然有黑猫,合成一个钓鱼竿去钓鱼,话说这钓鱼竿模型怎么变了。 四条鱼应该足够了正当我想找黑猫时却发现它不见了,只发现一只白猫那就将就一下吧,把它放在城堡门口就没有苦力怕来光顾了。 我抄又有玩家NPC来光顾,但有友好玩家可以帮我们打,剑盾直接跳劈带走,总感觉这里面有人好像连武器都穿磨了,挖开看一下。 我抄还真有一个人直接一刀带走,话说就一格空间也能刷新,玩家也是奇迹,我抄竟然遇到格雷夫那必须切磋一下。 卧槽一刀直接给我打残血,见识不妙转身逃跑,竟然出现高级HIM血条,血量掉了一格应该还是第三期遇到的那只,干掉它应该可以获得它手上的武器,但我们貌似很难打过它过去把格雷夫一起吸引过来让他们两个打,我们则在旁边吃瓜即可。 我抄怎么都追着我打,这么大个黑母格雷夫看不到吗,跑也跑不掉我也只能被破迎战。 竟然现在才发现拿着这把破烂剑会有属性加成,话说如果拿着两把会怎么样,这就来交易点纯钻无需太多五个即可,加上原有的也够买一把了。 一段时间的交易这个俘虏也将近满级但它售卖的都是一些垃圾,拿着两把剑,我感觉我又变强了,但可惜并没有很大的提升。 听粉丝说木门和重剑可以组合起来使用,上一个木门早已丢失但很容易制作,工作台两木剑四木板即可。 我抄竟然还真的可以,还可以结合木门打出重击,木门附上麦九三就去找Him试一试,Him的血量又掉了一格应该是格雷夫打的,但格雷夫不知道去哪了,木门和重剑结合很快打掉其一格血,打不过就拉开距离吃附魔金瓶回血,干掉它好像是有几率掉落它的武器的,但还是要看运气。 它的武器打到我就会被击飞两格半的距离就很烦。 打了两年半一直到傍晚也没有太大的进展,这Him一直使用格档使我很难伤其本体,到了夜晚就会大量刷怪,与其与它们浪费装备耐久倒不如回家补济一下,附魔金苹果不足就来交易一些,也可以使用纯钻修复装备, 纯钻不够就来交易就是这价格有点昂贵,交易了十个纯钻钻石就仅剩两个,看来有必要再去下矿了,偶遇流浪拴绳那必须打一下招呼,工作台好像也可以作为武器,那就做一个。 这模型怎么比格子还要大,准备好一切就再次来挑战黑母,这次我选择使用双剑来打,毕竟它的冲刺伤害不容小觑,最后一击直接冲刺带走,显示分身已被摧毁成功战胜黑母, 他喵的啥都没给我掉,只能将战斗石黑母放出的方块带走了以后应该有用,就是这挖掘速度感人此时已经是十倍速,这应该是除鸡眼以外硬度最高的方块了吧,耗时两分半成功拿下,挖完一个已经到了夜晚,正好可以通过小怪和玩家来练练手,清理完怪部与其周旋传送回家直接睡觉。 我抄我怎么是这么睡的,获得了一本翻滚技能书来学习一下,话说翻滚不是本来就会的吗,拿出刚刚获得的玩家头颅放此展示。 目前也是已经放满半面墙了,我抄竟然才发现纯钻套可以用普通钻石修复,他喵的很难想象我之前到底浪费了多少纯钻,不过好在发现得早, 接上期,我们干掉了高级HIM分身但啥也没掉,目前钻石也仅剩下一颗那就去下矿吧,家附近的矿洞早已被探索所以就传送远一点。 我抄竟然还不让我传送,那就先传送到村庄然后步行探索,这个村庄还没有开发以后缺绿宝石了再说,刚出村庄两隔半就出现BBQ血条,但他好像不是敌对的那就不管他了,话说这又是什么地形? 旁边还有一个类似于沉船的东西,来不及探索就迎面走来了村民侦察兵,但对付这些村民岂不是简简单? 以我的实力以一打多很快就将其解决成功收入七颗钻石和一把钻石勾箭,但这还远远不够,竟然发现拿着勾箭时候攻速会大大增加,这可比双剑盾攻速快多了,这竟然还真是一个沉船话说怎么是埋在地下的,旁边就有一个废弃传送门,可惜没有什么好东西,那就将精快带走吧。 找了两年半终于发现矿洞,但是有大量怪物,但高风险意味着高回报,先把煤炭收入囊中,铁矿也挖一点,但在这个整合包里面貌似没大用,忽然出现HIM分身血条话说怎么还少了一格血,以我现在的实力对付一个分身简简单单,但可惜绕了一圈并没有找到,挖开红石下面就藏着钻石,不得不说。 哇,暴力真的很高 虽然怪多但完全不怕两刀带走,我抄竟然才知道僵尸也会丢珍珠但都是徒劳,发现刷怪龙直接火把封印,箱子里还有古卷但不知道咋用,另一个箱子还有金可以拿,遇到岩浆旁边就有钻石,可惜只有一颗,小地图竟还可以查看地下的地形,话说这是啥。 传送过去到了一个刷怪龙,直接挖掉,箱中两个金苹果还不错,岩浆挡路堵上即可,我抄竟然发现第二个眼睛,这是进入末地必不可少的东西。 但我们现在一共也才拿到两种,就说怎么这么多僵尸原来转弯即是刷怪龙,还找到了没学过的技能书,挖掉刷怪龙打开矿车,给了本附魔书可以附在头盔上。 又是一个眼睛就是不知道两个一样的能否激活,没想到来逛逛也能发现钻石,自矿洞更新后钻石也变得更容易发现,失足掉进岩浆,我才发现我有抗火效果,这应该是某一件装备的效果。 卧槽差点没看见,抄这洞里面的东西是啥,看起来像水晶但不知道有啥用那就挖一点回去吧,以后再慢慢研究,发现一只棕色的一刀将其带走还可以完成进度,拿出附魔书附在头盔上,花费35级经验值接点了,话说这流浪帽是啥时候得到的,戴上颜值直将D14514,还是纯色好看, 再来买一把重剑半组绿宝石就没了,不过好在绿宝石可以无限刷,两把重剑在手实力再次增加,话说目前除了BOSS应该没人是我的对手了吧,来刷个耐久三就准备前往地狱探索了,进入地狱差点掉入岩浆,直接传送到下界堡垒上方,挖开进入内部完成进度阴森的要塞,发现下界游虽然没大用但他都送我了,我凭啥不要? 突然冒出大量烈焰人但力量5的弓很快就将其干掉 还好手速快不然就趋势了,绕了两年半终于是让我找到刷怪龙了,完成进度与火共舞,遇到凋零骷髅果断带走,我们至少需要6个烈焰棒才行但来都来了就多打一点,打完才想起来原版的墨影之眼不能用了,简单来说就是白打了 打开箱子发现第三个眼睛下界之眼,我们还需集起9个眼睛才能激活末地传送门,得到下界之眼完成进度凝视绝望,才发现怪物掉落的技能书但我们都学习过了,走到堡垒尽头就是一望无际的头皮屑峡谷,看地图这边还有一个堡垒那就去看一下吧 将有用的东西带走就跑,还拿了一个下界之眼,逃出来就前往猪鳞堡垒,传送到藏宝阁被猪鳞围攻,但很快就化险为夷 这么多金块可不容错过将其全部收入囊中,话说这金块要太多好像也没多大用吧 一直有岩浆怪对我进行骚扰直接跳入岩浆与之搏斗 将罪魁祸首刷怪龙挖掉就来看看藏宝箱 我抄直接获得一个合金钉,发现技能书可惜已经有了,此地不宜久留我选择直接回家 回到家合成锻造台看看纯钻能不能升级为合金,很显然并不行,那就升级稿子吧 为了集齐十二个眼睛我们只能不断出去探索 刚来就是HIM迎接但以我现在的实力打两只都是随随便便,不用两分半即可解决 再次遇到村民侦察兵以前一刀就被干掉的我如今也能轻松应对 来到丛林地形从远处看着石头还以为是丛林神庙 转头就发现格雷夫朝我走来,对方来者不善很快就打了起来 但对方不停地吃金苹果让我很难干掉他 与其和纳格雷夫浪费耐久不如来继续探索 话说那是什么地形,遇见自爆铁傀儡以我现在的实力硬钢岂不是简简单 不得不说高山的绿宝石刷新几率就是高 煤炭也可以带一点回去,山下即是丛林地形可以去收集一点竹子 我抄山下就是丛林神庙,直接从旁边拉进去,箱子里发现第四个眼睛无赖之眼 另一口箱子发现武器武士刀,我的评价是感觉不如我的钻石重箭 刚上线就跑来一只村民,但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宰割的我了 武士刀将其带走掉落了钻石还不错 我抄又走不到两隔半出现两个血条 迎面就看到黑母向我走来,艾利克斯也来帮忙 我还以为监狱那只跑出来了 这傻逼黑母把自己卡住了,那就站在原地用弓箭消耗他 不出两分半就解决,要不是亲眼所见不然我是万万没想到艾利克斯竟然和一只鸡打起来了 我抄竟然还打不过,我本想打他但无法伤其本体 本想使用弓箭但直接骑上来了 发现村民芥末拥有绝对防御无法伤其分毫 话说这村民有啥用,又不能压榨 为了集齐所有眼睛我们还要去一趟沙漠 少则几百格多则几千格 我抄这又是什么村民 一开始还以为是芥末 就朝这个方向走吧 要走多少看运气 到了晚上就会刷新大量怪物 这就不那么好办了 36级走为上级 我跑还不行吗 我抄出现一只狐狸 我还以为是我的伙伴 出现大量怪物将我包围 我也只能被迫迎战 遇到女巫还是要打一下的 因为她掉落的巫师之铜可以合成墨影之眼 我抄这都能发现海洋神殿 竟然还拿到了挖掘疲劳的buff 不管了以后再来 游过那片海即是沙漠 别看视频跑图只有十几秒 实际上跑了四千多格 这边游水的地方就是绿洲还挺符合现实的 过了河就是一个村庄 将村民守卫全部干掉 因为可以掉落附魔金苹果 先在这打一个点 以后我们再来扶贫 等等那是什么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沙漠神殿 但是这神殿好像和玩家房子刷在一起了 玩家也被困在这里 但这都不影响 只要宝箱没被卡掉就行了 我独我两年半扬寿出眼睛 可惜都是一些矿物技能书 没有我们就再找一个 再次遇到沙漠神殿果断跳下去 直接完成成就寻采者 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六个眼睛了